國軍樂隊在總統府車廳內 一連演奏三首曲目 樂曲慷慨激昂 還有國軍儀隊搭建門迎接貴賓 逐一確認高度是否足夠 這些全都是為了16號 巴黎奧運臺灣隊國手 到總統府出席英雄派對做準備 三連新聞也獨家曝光 府內彩排過程 工作人員忙進忙出 安排動線規劃 總統府場廳也規劃四區 包含手作區可以拼貼專屬購物袋 有臺灣字樣 還有奧運相關可愛燙硬貼 兩側有奧運選手Q版大型看板圍繞 所有選手全都畫上去 臺灣隊奧運國手 到時候也會邪進這邊的勝利拱門 前往大禮堂接受賴總統監見 而在拱門上面寫著 臺灣英雄榮耀同行 聽臺灣謝謝你 給予選手們最高敬意 其實總統很貼心 他建議說是不是 就是讓這些選手的最佳後盾親友們 可以一起進到府內來 所以像是包括林玉婷的親友 還有李楊的爸爸 以及還有羅嘉玲的哥哥 這些都會一起進到府內來參與派對 不只府內派對 還有奧運英雄股遊行 一路從總統府到北車 沿路接受民眾夾到歡迎 另外行政院也啟動體育署升格作業 設立體育部籌備小組 拼2025掛牌 更找奧運選手擔任小組諮詢委員 包含舉重女神郭信淳 羽球金牌男雙李楊 桌球照富莊志遠等人都點頭加入 臺灣對奧運創佳績 賴政府不只有同歡 更要催生更多體育人才 三十五環節又不得台北纜貨島